假日时,狐狸猫陪妈妈到超市购买食材 选购时,看到部分豆腐或豆浆包装标示 著名本产品,非基因改造黄豆制成 狐狸猫心中有一个疑惑 什么是非基因改造黄豆? 第二天,狐狸猫到学校,与朋友们聊天 昨天我陪妈妈在超市选购豆浆与豆腐时 注意到架上的豆腐豆浆包装上 标示非基因改造黄豆 什么是非基因改造黄豆? 那么,有基因改造黄豆吗? 还记得我们上次在水族馆看到的荧光鱼吗? 我记得,身体会发出淡淡荧光的青苍鱼 我记得你说过,这是透过基因转植后产生的 青苍鱼被植入深海水母的荧光蛋白基因 所以让青苍鱼能发出荧光 对,像这些基因转植过的生物因为基因经过修改,所以称之为基因改造生物 黄豆经过基因转植,具有抗病虫害基因,就叫做基因改造黄豆 产量比较高,可以用来制作出豆腐、豆浆等食品 我懂了,如果基因没有经过转植的生物,就是非基因改造生物 这些豆腐或豆浆的包装外,标示非基因改造黄豆的意思 是使用非基因改造黄豆来制作的 没错 为什么要特别标示非基因改造黄豆? 基因改造黄豆产量较多,用来制作出更多的豆腐、豆浆,这样不好吗? 使用基因改造生物制作出的食品 有人认为这可能会引发过敏体质或其他疾病而拒绝购买 因此,标示非基因改造黄豆 能让消费者清除食品来源,安心购买食用 原来如此 那么基因转植的流程到底是如何进行的呢? 基因那么小,肉眼看不到 是不是要用很微小的剪刀剪下基因 然后贴在其他生物细胞内? 这,详细情形我不太清楚 我们一起来问老师吧 老师,我们刚刚讨论基因改造黄豆 是利用基因转植技术产生的生物 请问基因转植的原理是什么呢? 在老师说明前 你们知道第一个基因转植生物是什么吗? 我猜是白老鼠吗? 不是 答案是细菌 科学家将抵抗抗生素的基因引入细菌中 产生第一个基因转植生物 几年后 科学家将人类中制造胰岛素的基因转植入细菌体内 透过细菌表现来产生大量胰岛素 用以治疗糖尿病 这是很著名的基因转植的例子 用复图来说明 首先,透过类似剪刀功能的酵素 将人类制造胰岛素的基因取下 再利用另一种类似缝合功能的酵素 将胰岛素基因与细菌的遗传物质连接在一起 经过基因转植改造后的细菌 因为拥有人类制造胰岛素的基因 能产生胰岛素 进而作为治疗药物 你们知道 还没有这项技术出现以前 要如何取得胰岛素呢? 我想跟分泌胰岛素的胰岛有关吧 李李说得对 以前会从猪、牛等动物的胰岛 萃取胰岛素 产量少,品质不稳定又价格高 现在透过细菌产生大量品质稳定的胰岛素 帮助了许多糖尿病患者 基因转植技术应用于医疗外 是不是包含农作物改良? 的确是 现今基因转植技术 除了应用于医疗方面 也可应用于农作物改良 例如木瓜、玉米、黄豆、棉花、番茄等 植入外来的抗病虫害基因 使农作物可抵抗病虫害 以提高产量 像你们刚刚提到的基因改造黄豆 也是其中一例 另外也可应用在畜牧业上 例如使牛羊生长快速 调整牛羊分泌乳汁的成分及产量 老师 我有个疑问 透过基因转植技术制造出来的生物 如果回到野外 对生态环境会有影响吗? 经基因转植改造的生物 如果回到野外 可能会因竞争能力较强 而使野生种生存受到干扰 甚至灭绝 另外 改造后的植物可借由花粉传播 使得野生植物的基因也被改变 而破坏自然生态 所以 我们利用生物技术的同时 也应考虑不当影响 避免造成生态浩劫 下列有关基因改造生物的叙述 哪些是正确的? 甲 由基因改造生物制造出来的食品 一定对身体不好 不可食用 乙 能产生药物 供医疗使用 饼 随意野放基因改造生物 可能会造成生态浩劫 A. 甲乙 B. 乙饼 C. 甲饼 答案 B 解析 目前未有直接证据 显示由基因转植生物制造出的食品 对身体产生不好的影响 且有些基因转植生物制造出的食品 具有较好营养成分或具有疗效 陪妈妈上市场采买 常看到好多不同品种的蔬菜 水果 这些当中应该就有透过基因转植产生的吧 的确是 为了利益考量 人类会从动植物的变异中 刻意筛选并培育出特殊的品种 这种筛选过程称为育种 获取育种方法是从动植物的群体中 筛选出具有所需要性状的个体 使其交配、兽粉进行逐代繁殖 最后培育出所需要的品种 例如 从野生鲫鱼中 培育出观赏用鲸鱼 从野生甘蓝菜中 培育出青花菜、大头菜、高丽菜等 这种育种方式会耗费许多时间 现在运用基因转植等技术 短时间内就能培育出所需的品种 缩短逐代筛选的时间 例如将可制造生长激素的基因 转植入鲑鱼细胞中 产生生长速率较快的鲑鱼 而且体型较同龄的非基因改造鲑鱼大 其他例子还有基因转植产生的水果、蔬菜及原液类 提高其所含有的营养成分 抵抗恶劣环境 增加产量、延缓老化等 下列有关育种的叙述 何者错误? A 人类从动植物的变异中刻意筛选 培育出特殊品种的过程 称为育种 B 藉由基因转植技术能缩短育种的时间 C 人为育种的生物均能随意野放 不会对生态造成影响 答案为C 解析 人为育种的生物其竞争力较强 随意野放可能会影响野生生物的生存 进而破坏生态平衡 最后 狐狸猫整理今天学到的内容 1. 基因转植是将某外来生物的基因 转植入生物的细胞内 使被转植的生物表现出该基因的形状 2. 基因转植可应用于医疗、农业、畜牧业、鱼业 3. 经过基因转植改造后的生物 具有较佳的竞争力 如果随意野放可能干扰生态 4. 人类从动植物的变异中 刻意筛选培育出特殊品种的过程 称为育种 5. 运用基因转植等遗传工程技术 可缩短育种时间 最后 来和狐狸猫一起脑力激荡吧 比较过去的育种方式 与现今运用基因转植的育种方式 它们分别带来什么正面与负面影响呢? 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 欢迎留言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